第二个 自己的命批不准 很多人学八字 总是会说一件事 批别人的八字都很准 但唯独批自己的八字不会准 很多人都有这一种的感触 各位 为什么批别人的会准 批自己的不会准 你批别人八字很准 但是为什么你自己的八字批不准 AC 你好 神话才在说 我的AC跑去哪里了 跑去约会了 跑去哪里 妈有了男人就忘了老师了 各位 你要了解一件事 你在批别人 你都会有一个想法 别人的世光有屁事 对不对 别人的世光有屁事 所以 你都会怎样 很客观的去看待 都要别人的世光有屁事 但是一旦 回归到你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你们就开始这样怀疑 你们就会说 我真的有那么差吗 原本无火刻有金 对不对 这时候 你就会说 老师啊 我应该没那么差 应该是无火生未屠去生有金啊 为什么 因为你会犯了一个主观意识 因为跟你自己相关嘛 那跟你自己相关的一种情况下 你总是会有一个想法 我应该 不会这么倒霉 我应该不会这么衰 所以 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自然而然 就会 应该要这样的 你就会变这样 所以 我们常常会跟你讲 我常常都会跟 学生讲 你们不要批自己八字 你们先去批别人的八字 当然 当然 你批别人的八字 可以有七成八成准 这时候 你再回头回来 看你自己的八字 你自己会有主观意识 你会有主观意识 但是 就算主观意识再怎么强 你的准度有七八成 扣掉一两成好了 最起码也有六七成准吧 对不对 有六七成准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才能够比较坦然的面对自己 各位 面对别人很简单 但是一旦要面对自己 那就是很痛苦 因为当你一发现到 我的命怎么这么糟糕 各位 我的命怎么这么糟糕 你会真的去面对他吗 你甚至会怀疑 你会怀疑八字 为什么你会怀疑八字 因为你并没有很多的实证 来做你的一个后盾 所以 很多人在学八字 他学了一辈子 他永远都在自己八字上打算 学了一辈子八字 算八字可能不超过五个 绝大多数都是在自己八字 我的八字怎样 我的八字怎样 我的八字又怎么样 好像全世界就只有他一个人有八字 那结果 学了一辈子的八字 到最后发现到 根本都错了 了不了解 发现到根本都错了 而且 还会学到 规则混乱 会学到规则混乱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学八字 不要用自己的八字在那边学 而是要找别人的八字下去学 因为你批别人的八字 你批对 批错 客人马上就跟你讲啊 客人马上就会跟你讲啊 对不对 这样神话来批 老师的八字 批错了 嘿嘿嘿嘿 妈的神话 你在搞什么鬼啊 嘿嘿 你怎么可以乱批通啊 什么老师 什么光棍命 对不对 客人马上就会反应了嘛 那你就知道 喔错了 错了 错了 因为批命 客人都会很老实跟你讲嘛 因为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啊 看了病了 医生啊 我哪里痛 我哪里痛 老实讲 然后医生帮你看嘛 同样的 各位啊 在批命也会这样 张莱新你好 没有人啊 明明你批错 还在这边跟你讲说 其实你批的很不错 明明批错 还跟你说你批的不错 神经病 所以为什么要找人去批命 原因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要不要解 你批准 人家败于面子 还是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有的时候 假如这种情况常见的时候 你的批命 你的批命风格是有问题的 你的批命风格是有问题的 你反而要去看看 你的批命风格是什么 我曾经看过一个命理师 他拍的视频 他拍的视频 他在里面都讲 命理师讲话很直 你们受得了我讲的话吗 结果 各位 他讲三句我就不想看了 他讲三句我就不想看了 你妈诅咒人家死了 了不了解 你就算再厉害 但是你不会讲话 你讲的乱七八糟的 这一种的情况 没有人听得进去 了不了解 所以要怎么讲 你有批命的准度 要怎么讲 你还要懂得人性 就像昨天我们不是在讲吗 说什么 用神的一个迷惘什么样的 有人就说 还是五行派能自圆其说 我说他妈的什么 五行派能自圆其说 他妈搞的妈 五行派的妈的是诈骗一样 那就是不会讲话 了不了解 那就是不会讲话 所以学命理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 人性很重要 今天你讲的话三句 他根本就不想理你的时候 你再怎么准 他后面都说不对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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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都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就算你讲的再怎么准 我也不想听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你们在面对人群的时候 你们要记得一件事 不是只有展现准度 不是只有展现准度而已 你准度好 但是 讲话非常的毒辣 没有人想听 没人想要听 了不了解 所以在批命的这一种的过程里面 就要特别注意 这一个关键 这就是很多学生会犯的一个错误 他以为主人 人家就会欣赏他 就会认同他 结果谁知道 反而客人从头到尾 根本都不想听他讲话 所以各位 你们要了解这一块 所以你们有看过我直播在帮人家批的时候 其实我都不会直接的一口气就否定掉 这个八字是怎么样 你会看到 我 都是 会有怎样 好 讲坏 坏 讲好 绝对不会 永远就是噼里啪啦的 就是讲他的坏 不给他生机 或者永远就是讲他的好 让他觉得他准备要飞天了 对不对 那个就只是送他上天堂而已 没有用 一个 你怎么打 把他打到地狱去 一个你把他送到天堂去 结果 下地狱的当鬼去了 上天堂的当天使去了 妈的 我们是 我们人间 我们是人 也就表示 你其实批命 对他们没有效 了不了解 批命 是要好坏都要讲 甚至有一次我学生他就跟我讲 老师啊 我很害怕批夫妻两 我说你为什么你害怕批夫妻两 因为我有一次批夫妻两 结果这夫妻来我面前 结果 我就跟他讲说他先生怎么样 老婆就在旁边说 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这样 结果到最后搞的两个人吵架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跟他笑一笑 你们批命都太过直接 你知道吗 你们批命都太过直接 所以你们才会有这一种的情况 都是口不择眼直接讲出来 那时候我就说好 我什么时候会到台中去 那你跟著我 顺便看一下风水 看风水完以后 刚好夫妻两 那我就 帮他们两个 分析八字 结果 他看到了以后 这学生就说老师 为什么你分析八字 他们两个那么开心 而且你不是都只讲好 你会说 像你老婆来讲的话 他破财嘛 所以他一般来说 他就比较不会理财 他就很容易花大钱 他老公就说对啊 他就这样 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 老婆你假如有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问一下你老公 因为他赚钱能力没有你强 但是他比较会思考 这种情况下可以帮助 各位 这个就是什么 你不是诅咒别人 而是在批命的当中 你把他们两个的缺点 优点全部都讲出来 然后顺便跟他们讲 他们该如何去配合 各位 这批命就解决了 虽然你都知道 批命来找你的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 虽然有问题 你总不能够 妈一拳就把人家打死了吧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要记得 尤其在前几次 我教你的批命的开头法 五行生克开头法 特色开头法 还有直接批缺点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我批缺点 那我一定会找一个优点出来 我批特色 就一定要找一个 缺点 要让他注意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 我们在批命 其实我的客人都很开心的 除非是那一种 妈的 完全不长眼的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一般我批命是很开心的 哪有人在那一种严肃的情况下批命 批命都是很开心的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当你能够这样子批 而且 你也帮别人批准了 我们回来我们的主题 你的批命有七八成 你相信八字 这时候 你再回头 回来 看你自己 你的准确度 你就不会因为主观意识 而去改变规则 因为 你会相信八字 了不了解 你会相信八字 所以 各位 你要了解 自己的命一定批得准 只是 因为 各位 怎样 主观意识很重 总是自己认为没有那么差 所以 我都会 跟你们讲 你们真正要认识八字 不要玩自己的八字 去玩别人的八字 了不了解 让客人来跟你说 准 你这样子才会对八字真正的认识 认识了之后 你再回来看你自己 才不会 被这一种天机的 看法 所牵的鼻子走 所以 自己的命 绝对会准的